来 罗衣宁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小娘进来可还好 好 好得很 别假好心了 近日成绩也出来了 轩哥没有高中 不知道小娘还能不能等到 轩哥高中那天 所以你今天是来看 我们轩哥笑话的 我今天来 是想给小娘一句忠告的 我对你别无加害之心 可是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我跟你说过 我该说的那些 都跟你说清楚了 可是当年是你长家 样样东西都是紧你的手 我母亲碰了什么 用了什么 你就不知道 我知道啊 可我就是不想告诉你 你不要去查证据吗 你去查呀 慢慢地查 你这辈子都查不到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不说出实情 就不怕被灭口吗 只要你说出来实话 我可以给你请最好的大夫 把你带离开这里 你看看这儿 你看看这个地方 我不想好了 把你带离开了 我有什么错 我的轩儿 我的孩子 都是在罗府长大的 你告诉我 他没有什么错 你高兴了 你看到我女儿 我儿子这样 你高兴了 你满足了 你满足了 我们一家 我们一家 都是你害的 都是你 我就是个妖精 你是个妖精 你还在做 你是个妖精 你告诉我为什么 松开 姑娘 走 这什么事 你又为什么我弄死 你弄死我 都会都会放过你 走 你看到我还怕了 我管你 害怕了 七姑娘 您没事吧 要不先去镇屋 休息一下 我找个郎中 给您看看 不必了 姑娘 我看这人 已经疯了 就是疯了 七姑娘 您说 您想怎么处置他 你怎么看什么 拿着 快呀 快点 快点 不坏呢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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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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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公子 不好了 慌慌张张的 成什么样子 怎么了 奴婢刚刚听前院小子说 窗子里来人报信 小娘 没了 姑娘 这几日来回奔波也累了吧 走啊 罗姨宁 不能过去 罗姨宁 你给我出来 你不能过去 走开 罗姨宁 你给我出来 出来 你在我院子里 你漫漫烈烈地做什么 我小娘都死了 我还管那么多 我跟你拼了 姑娘 住手 事情还没弄清楚 你跟谁拼 爹爹 你要为我小娘做主啊 依林 你一个女孩子在这儿 大声嚷嚷 成何体统啊 起来说话 爹 我小娘都死了 都是罗姨宁害的 月娟死了 你在这里给我装什么无辜啊 你去田庄害死我小娘 此事田庄上下人都可以作证 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 七姐去见了我小娘 我小娘就没了 一定是她害死了我小娘 求父亲替我小娘做主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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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宁啊 为父问你 你为何要去田庄 找乔月产 我去田庄就是想要问她 关于我母亲的事情 可是她什么都没说 你撒谎 你去田庄那日 都跟我小娘打起来了 你一定是身后气不过 才派人去杀了我小娘 二爷 这里边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姨宁还一直拦着我 不然我处置小娘 她 她怎么可能杀她呢 你说来说去就是我害了她 那你可有人证物证 虽然她对我不利 可是我在走之前 还给她请了大夫 为她治病 我若真的想害她 何必多此一举 你是杀人凶手 你啊 我怎么知道 父亲 父亲 别再说了 我们曝光吧 让衙门的人审清楚 不能曝光 不然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呢 乙霖 轩云 你们俩先回去 放心 岳禅的事情 为父一定给你们一个公道 姨宁 你也先回去 可是我又想不明白 宗芝这丫头也是习惯 一大早晨就不见人影 花都没人搬出去晒了 七姑娘 白管家 七姑娘 二爷请您去彩服院 是 出什么事了吗 您院的宗芝 跑到衙门状告您 啥还桥使呢 这位大人 此事疑点甚多 可否通融一二啊 罗大人 您也不必太紧张 我们就是请七姑娘 先去衙门里问个话 主要此事 被我们新上任的服饮知晓 您也知道 新官上任三把火 父亲 您叫我 七姑娘 您的丫鬟松枝 状告您杀害乔氏 还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没有杀害乔氏 做没做过 都得去衙门问话 还请跟我们走一趟 等等 松枝一个下等丫鬟 口说无凭 你们有什么证据啊 既有人告状 一犯必须带走 若证据不足 七姑娘也定会安然无恙 宁宁不可能杀人 这事一定是有人陷害她 若是宁宁进了大牢 不定有什么危险的事 等着她呢 林大娘子 您这是要包庇一犯 阻挠官府办案吗 我 大人 勿动怒啊 海如啊 此时蹊跷 你为阻拦官府办事 毫无意义啊 不如让这位大人 先带姨您过去 咱们再想办法 母亲 我跟着他们走吧 您别让祖母 还有三哥知道就行 亲者自卿 我会安然无恙地回来的 带走 大人 小女身体孱弱 走 请多照顾啊 大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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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 人被带走了 大爷 您怎么过来了 你听说了吧 依宁这孩子被抓走了 为什么呀 我听他们院里的丫头说呀 他用河豚毒把乔小娘给害死了 因为当年乔小娘就是用河豚毒 害死了明兰 我也才知道 原来顾打娘子当年 竟然是被毒害而死的 怪不得七姑娘前一阵子 吵着要吃河豚宴 到处去找会做河豚的厨子 原来她留着这个心思呢 不过她恨乔小娘 倒也是情有可原 依我看 宁宁这孩子最是良善不过 就算知道乔小娘是真凶 她也不会杀人吧 大爷 这终究是人家二房的事 还是留给二房自己去处置吧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分大房二房的呀 眼下是赶紧把这孩子救出来要紧哪 是非屈指 衙门自有公断 我们在这儿急 也急不出什么法子吧 大爷难得过来 喝点茶吧 我去趟田庄 府上的事你就多照应点 若有什么急事 你就差人告诉我 官人路上小心 速去速度 二爷 天庄又来信了 又怎么了 说乔小娘的尸首不见了 不见了 还不派人去找 是 进去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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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